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两天啊,咱们录制的声音上啊,可能会有点变化 因为有好朋友说呀,咱们这个书馆录的这个声音很小 然后我就试图呢,把这声音的稍微调大一点 当然是在设备上了 我发现呢,昨天录制的声音呢,可能过大了哟 其实单听哪一集啊,这声音大小是可调的,倒是无所谓 有的朋友啊,他是听河集,突然一大呢 哎,吓一跳,关于这个声音的问题啊 我尽量在这个两三集啊,把它调试好 给您带来的不方便呢,我在这儿啊,先给您道个歉 那今儿咱们啊,还继续得说这乾隆皇帝的南疆之战 上完书咱们说到这小河卓实力联营,就把这赵慧围困在了黑水营 咱们啊,先狠狠心,咱先把这个赵慧扔在黑水营不管 咱们得说说呀,那出营报信的艾龙阿了 不知道啊,您还记不记得,上完书咱们聊过 这艾龙阿领着八百人,从这个赵慧的大营出来啊 就奔了阿克苏,那为什么往回走呢 他呀,肩负着两项重任 这其一呢,就是在沿途啊,要建立少恰卡伦 大帅赵慧吩咐他呀,这沿途的站台必须要建设完善 好,保证啊,这战报能往回走,这圣旨能来前线 并且呢,也能起到侦察预警的作用 顺便监视一下这喀什盖尔大合卓的动向 这其次啊,就是去接应从北京赶来的两位清差大臣 一位啊,是武将纳麦扎尔,还有一位啊,是文臣三太 当然了,咱们这么说呀,他有点武断 这清朝的官员呢,他是不分文武的 可是呢,现在这二位的职责就是这样 这纳麦扎尔啊,接替了雅尔哈善,做了敬礼将军 这三太呢,是随军参赞大臣 所以啊,我在这儿才说他们二位啊,是一文一武 这艾龙阿带着这八百人呢,到了阿克苏之后 才发现这二位清差大臣呢,已经到了两天了 只不过呢,令人泄气的是啊 这二位清差呀,那是光杆司令 身边呢,只有几个侍从和一些贴身的护卫 这大队人马呀,也就是他们从京城带来的那四千人 还在路上走着呢 这纳麦扎尔一听啊,什么 这赵慧竟然啊,在这叶尔强城下功成不克 和敌军的交了一战啊,也没分出胜败高下 他的心中啊,就有点啊,轻视这个赵慧 看来啊,这个文职转武职的赵慧呀,还是不灵 军事指挥以及人员调动上能力欠缺 所以呢,在这叶尔强城下才打了这种不温不火 不胜不败的仗 不行,我呀,得早去 或是啊,接替他的大帅之直 或是啊,在旁边给他出了主意 也不至为把仗打成这样 保不齐呀,这会儿小河卓 已然被活捉这叶尔强城啊,就拿下来了 于是啊,他召集了三太以及艾龙俄 到他的大帐当中开会 他对这二人说呀,不行,我们得连夜走 到这个赵慧君们的军中 能帮上多大麻呢,就帮多大麻 这会儿啊,是不是有好朋友就有疑问了 因为咱们上文书说到赵慧君们 派了五名勇士闯赢报信 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告诉后方 这小河卓祸及站在一耳腔城啊 现在这十里连营 把这八旗军就围在了黑水营 当然呢,是希望后方速来救援 但是有一点 千万别一小队一小队的来 一定啊,要大队人马前来 这样才能够解为获胜 哎,用句俗话说来少了呀 那您简直就是白天坑白天线 可是这事儿啊,就是这么的不顺序 哎,虽然这报信的五个勇士啊 都冲出了重围 可是这会儿啊,还没有到阿克苏城 也就是说呀,和这个纳木扎尔的三太 以及艾隆俄将军呢,还没见着面 这艾隆俄呢,本身也是在这个 冰困黑水营之前离开的赵慧 所以啊,他也不知道 这伊尔强河畔一战呢,有多惨烈 这小河卓磊呢,到底有多少军兵 按照他们前方的分析啊 这小河卓他至多呀,也就是五千多人 他呀,可不知道 现在这伊尔强城内广能打的士兵啊 就不下一万八千左右 广是能上马征战的骑兵 就不下五六千人 那么说这主将纳布扎尔都这么说了 这随军参赞的三太 他任务就是跟在大帅的身边 谋划谋划,周旋周旋 哎,工作就是这个 他能离开大帅吗 所以说这大帅决定去哪啊 他就得跟到哪儿 这艾龙俄说呀 那既然这个两位大人想去的话 这背着我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啊 干脆这么着吧 我这儿啊,手下有八百名士族 我把它分成两份 一部分人呢,跟着我去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哎,建立这个少卡 另外一部分人呢,我分出来二百五十名骑兵,两百名步兵 加在一起四百五十人 那这可就是一多半了 再加上您二位身边的亲随马便 凑到一起呀,我看也过了五百了 让这些人呢,保护着您二位 到这个前敌赵慧将军的大营 他们可是不知道啊 这会儿赵慧的黑水营 里三层外三层 被这些缠回呀 围了个水泄不通 要是这么看呢,这艾隆俄军门呢 安排的还算周详 可是这艾隆俄呀,话一刚出口 这敬逆将军,纳不扎尔先不乐意了 他说呀,我要的是迅速的到达赵慧军门的营中 你给我安排那么多步兵 踢了突撸的,也跟不上队伍 干嘛呀,这么着吧 我呀,带着这二百五十名骑兵 还有我们的亲随 再加上啊,几个赛里木归降的回人 那么说,他这儿为什么要带回人呢 这很简单呢,得有人带路啊 我们呀,也不歇着了 吃罢了晚饭之后连夜赶路 我估计呀,如果顺利的话 到明天这个时候就能到达赵慧的营中 那既然这将军都这么说了 那这艾隆俄一个小小的副将 能有什么主意,那就这么着吧 于是呀,用罢了晚饭 纳不扎尔三太领着这三百骑兵 可就出了阿格苏城 沿着大路直奔叶尔强方向奔袭 哎,这事儿啊,就是寸了 哎,无巧不成书嘛 他们刚走时间不长啊 这报信的五名勇士也到达了阿格苏城 把这个情况啊,和爱隆俄将军一说呀 这爱隆俄急得呀,只拍大腿 哎,好家活的嘞 这一万几千人呢 把黑水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凭这三百人怎么闯进去呀 阿弥陀佛,满天神佛,皇老爷子 大伙都保佑着吧 让这二维大人呢,知难而退 看到围营之君之后啊,赶紧回来 那咱们呀,先放下 在阿格苏城作牙花子的爱隆俄暂且不表 咱们先说说呀 这跨马奔袭的纳姆扎尔和三太 这三百骑兵呢,走到半路当中 绕过一个小山坑 前路的战马呀,就勒住不走了 这前方的军士,打马回城,禀伯大帅 说大帅呀,在前边山路两侧呀 有三处敌营 我们数了数着营中的帐篷啊 发现人可不少 要是咱们过去升闯的话呀 看样子,占不着便宜 这纳不扎尔啊,赶紧把随队而来 这些回人叫到了跟前 就问这些人,这个地方能不能绕过去呀 这帮回人说呀 没戏大人,这两山加一沟 唯有这一条通道啊,能通往叶尔枪 听完这话之后 这纳不扎尔一点手 就叫来了自己身边的一位侍卫 这位侍卫的名字呀,叫魁马带 那也是啊,能杀善战 用这个战功换来的这侍卫的封号 他让这个魁马带呀,带着一队人 先往前呢,摸索侦查一下 如果这敌人很松懈,没发现咱们呀 咱们干脆一口作气 就冲过这几里营盘 这军营当中就是这样 官大一级呀,他压死人 这侍卫魁马带 也只能按照纳不扎尔的将令形式 可是谁想到啊 这侦查小队刚到敌营附近 就被人家发现了 这营里的缠回兵啊 如潮水一般就从三座大营当中杀了出来 其实这呀,不用懂兵法 知透略的人思索 连我都能明白 人家把伏兵埋在大陆两边 那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啊,怕你的援军来袭 别的还在其次 那惹定是加倍小心着大陆以上的动静 实际上啊,这三百人的马队呀 动静不小 刚拐过山澳啊 人家这大营里边 已然发现了 就开始啊 秘密的整队集合 准备出营兼敌 那么书中代言的 这是什么人呢 这埋伏的 可不是叶尔强小合卓的士兵 这埋伏的三千人呢 是大合卓波罗尼都 专门派过来守路口的 也就是说这些兵啊 是从喀什嘎尔来的 那三千人打三百 那还用说吗 一下子就把纳目扎尔三太 侍卫魁马带 以及这三百骑兵围在了中央 一个时辰不到的功夫 这侍卫魁马带呀 首先战死 好可怜 纳目扎尔啊 剑囊之中 箭矢射光 也死在了乱军当中 这三太死的时候啊 这剑囊里边倒是还有两只剑 还没等射完呢 就被敌军一颗炮子打中了脖子 一头栽在了马下呀 算是训了职了 这二百五十名骑兵和这几十名亲随呀 就这样被人包了饺子 一个没剩 全部死在了通往叶尔强的大路上 这奏报啊 是十月十四日五更时分 才奏报到了阿克苏城 这爱隆阿一听啊 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哦 赶紧呢 给这乾隆皇帝写奏哲 奏报此事 让这皇上老爷子早拿主意吧 没过多久 也就是在十月二十日 这五名冲出来的送信勇士 就把这些消息送到了南疆各处 这马甲武士堡果然是啊 聪明伶俐 应答得体 于是啊 阿克苏的守将舒赫德 又把他呀 派到了巴里昆去送信 到达巴里昆之后 这五十堡把这个消息 会同赵会军门的战报奏折 一同交给了巴里昆的守将 转成给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接到消息之后 也是挺着急 打开赵会这封折子一看呢 上边详细的记录了卑维的经过 赵会把卑维的责任 全担到了自己的肩上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说呀 轻敌冒尽之罪 在陈赵会一人实所难患 乾隆皇帝看完这道奏报之后 这个扫就别提了 这脸呢 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那么说什么事儿 让乾隆皇帝这么害扫呢 因为这满朝成功 加上乾隆皇帝 心里都门清着呢 让他赵会呀 只带着这区区四千来人呢 就兵发一耳枪 实际上那不是赵会的主意 那是乾隆皇帝的主意 乾隆啊 从这个库车到巫使 打了几场胜仗之后 夺得了几座城池 这乾隆皇帝 有事没事的 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什么 我大军一致啊 敌人必将离心离德 望风而行 瞿亏可勤也 这会儿啊 赵会听他的了 真是兵发叶子枪 可是啊 真出事儿的 让人围在了黑水营 这乾隆皇帝心里这会儿啊 明镜似的 致使着赵会孤军深入 现在深陷黑水营 这些个后果呢 责任都在他 所以这乾隆皇帝赶紧提几笔啊 就往前线先写一刀圣旨 安抚一下前线的将领官员 他说这赵会率大军啊 被困黑水营 并且呢 给真上折子 饮罪自处 他干的这些事儿啊 都是为了我大清招想 富有何罪啊 谁也不是神仙 哪能啊 事事料尽 就是有前范儿的 阿格苏沃乌师城 相继投诚 所以呢 我们才料想啊 这伊尔强 喀什噶尔 大军一致呢 立刻就会开城影响 又谁想着大小合拙呀 坏透了 竟然能够开城出兵啊 拒挡我大军 所以说呢 你们前线这些人呢 不但没罪 而且要讲 赵会由一等武艺博 进封为武艺某勇 一等功 赐红宝石鼎带 四团龙捕符 并且泽灵赵会 把有功之臣 通通造册 回来后 朕是大加封赏 这皇上最喜欢的呀 就是那突出重围 送信的五位勇士 那最厉害的呀 肯定就是那位 马甲武士宝 这位马甲武士宝啊 被破格提升为蓝陵侍卫 并且赐号 国克图巴图鲁 赏银一百两 其他四位呀 也赐了巴图鲁的封号 通通赏银一百两 霍吉斯啊 被禁为贝子品级 额敏和卓 被封为君王品级 最后啊 晋升复德为定编 左夫将军 命阿里滚 艾龙阿 福禄 舒和德等 据为参赞大臣 这乾隆皇帝 这辈子 好像也没下过这样的旨意 无论何对兵丁 为则玛丽有余者 坐速前往 其攻取回城 擒祸贼手 自不拒责 一等为应缓 赵会为要 皇上的意思是 告诉在前线的各路大臣 不管是谁 只要凑足的军马 立刻呀 持援赵会 现在的工作重点 就是解为黑水营 要说这乾隆皇帝 还算得上是一代明军 在这质疑的最后 乾隆皇帝还表示 轻视逆回 乃朕之物 又何人以 妄境轻敌 为赵会责乎 皇上说呀 哎 这轻敌冒进 是我的错 跟你赵会 没关系 朕工我 怎么会因为这件事 来责备你呢 对于死了的 纳木扎尔 以及三代 这乾隆皇帝 也有批示 经过乾隆皇帝 调查 纳木扎尔 和三代 在去救援赵会 之前呢 并不知道赵会被困黑水营 也不知道啊 这小河卓 有那么多的兵 之所以敢带着 二百五十名的骑兵 就去救援赵会 那完全是啊 心系国家 心系朝廷 心系江山 一片赤胆中心 昭昭可应日月 于是这乾隆皇帝 一道圣旨 追风纳木扎尔 为公爵 追风森太 为子爵 有人说呀 这人都死了 还封爵管个屁用啊 实际上 您可不知道 这二位 这爵位后边 加了这么四个字啊 可厉害了 叫世袭网替 也就是说 这二位的后代 如果不犯错的话 世世代代的 都可以享受 公爵子爵的待遇 咱们都知道 这清朝的爵位 是递检席爵 如果你们家呀 没有朝廷的 这顶铁帽子 也就是 世袭网替 这四个字 那爸爸是亲王啊 儿子只能 袭这个郡王 再往下边呢 这孙子只能 袭贝勒 再往下是 贝子 等等等等 一直呢都 奉恩将军 这算不降了 可是有了 这四个字 世袭网替 就不一样咯 那爸爸是亲王 儿子是亲王 孙子是亲王 就连孙末子 都是亲王 只要大清不倒 这亲王永在呀 然后啊 就是往新疆调兵 前半 这建瑞营 索伦 查哈尔啊 往那儿派的四千兵 已然快到了 又从西安 往南疆 派的两千满洲兵 巴里昆的 达师达瓦布 又蒸上来 一千的蒙古兵 并且从周边各省啊 又集结了 数千绿营兵 现在算起来啊 将来会战在 南疆的清军呢 也有一万五六千支柱 这样算起来啊 和这个大小合著的兵力啊 也就持平了 那现在这兵将都有着落了 还有一件事啊 也比较头疼 就是马 这马这东西就是这样 不是你说有就有 于是乾隆皇帝降职 陕甘总督 黄廷贵 现在啊 无论是买还是争 搜集战马 是你第一要务 这大清的朝廷上下 算是做了一级战备 一级的军事总动员 不光是朝廷里边 积极备战的 这南疆的回众啊 也积极的向朝廷献马 当然了 是归顺了朝廷的回众 这别人的字不用说 咱们单说说两位啊 老娘们 不不不 是夫人 首先呢 就是恶对的夫人 就是前面咱们说过呀 被小合着 祸及战 囚禁高台 百般凌辱的那位夫人 叫做热一幕 脱身以后啊 就逃到了阿克苏 这女子啊 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一次啊 就向清军 捐马一百匹 在巫时啊 这霍及斯的妻子 也不怠慢 就精心挑选了 四十匹战马 送到了清军大营 那南疆这些 归乡的城中 这些个贵族啊 何卓呀 伯克 八亿老爷们呢 他们能放着 这表公的机会 不往前窜吗 这个十匹 那个五匹 那个二十的 连马带骆驼 就都赶进了 清军大营当中 这乾隆皇帝 在北京城 接到奏报之后 乐得都屁了 他当然得乐了 这是南疆回众啊 心向朝廷 心向王化的表现 这乾隆皇帝说 也不能白了这些子民 凡是捐赠者呀 每捐一匹马 赏银八两 一封骆驼 赏银十五两 好家伙 这个赏赐啊 几乎和市价一样 比市价还偏高一点 在乾隆年间 内地一匹马 价格大概 八两到十三两之间 可您得这么算啊 咱们内地这马匹啊 是稀缺的物 到了新疆就不一样了 那会儿的新疆草垫子上啊 可还有野马呢 对于游牧民族啊 这马当然不是什么稀缺的牲畜了 所以说在新疆啊 这马匹的价格比内地低了不少 所以说乾隆皇帝开的这个价啊 是往高了给的 哎 您听着解气吗 解气呀 可是您别忘了 这些个事啊 可是在几个月当中进行的 这会儿的赏汇呀 可还被围在黑水营 有古书记载 这赏汇 军粮断了以后啊 杀俘虏是以充军粮 也就是说 这清军的在黑水营啊 他吃了人了 那么说这赏汇 到底吃没吃人呢 咱们明天 接着聊